这是之前地下室闲置空间的情况 因为原本的社团教室很久没用 里头堆放杂物也显得阴暗 不过现在已经整个大不同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之后 全新的乐活教室正式截牌开张 其中这间是小学生的最爱 可以在这里玩不同游戏兼具动健康 这一天新北市医员白佩儒也特地来关心 还按小朋友PK玩游戏 类似打地鼠各自选颜色之后开跑 我是吴又诚 我今天跟议员一起玩 打感应灯 我是蓝队 啊你 我是红队 结果是谁赢 我赢 你赢哦 恭喜 好玩吗 好玩 可以训练什么 嗯 脚的积耐力 今天就是来看一下两间教室 整个都整建之后的状况 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地下室都是很阴暗 然后经过校长能认真的来改造之后呢 又焕然一新 然后孩子的教学可以更多元 学校的最黑暗本来是储藏室的空间 把它转换成崭新的让孩子可以乐活运动爱健康预防的这个概念可以平常就锻炼好自己的这个体势能让我们呢可以抵抗所有的疫情跟疾病 让我们孩子在学校动健康也把运动的好习惯从小养成 小朋友好幸福快乐学习也能动一动更健康而隔壁这间一样精彩就好像走进了健身房一样 当天包括家长会长自强里里长都一起同乐 一行人也坐上飞轮脚踏车体验 而一旁学生只是举狐铃踩飞轮或是向上练练练臂力 是国中生的最爱来这里练练二头肌或是深蹲坐坐重训 非常好用 对然后很就是能有这样就学校就有这种设备非常好 要讲一下你训练哪些肌肉 呃 然后哪些 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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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握推 然后跟深蹲 前一阵子就过来会刊 看到我们这个场地比较老旧 那马上就提议说帮我们这个整个翻修 装潢 那今天完成了非常感谢议员 这个地方把它改建成这个让小朋友能够一个活动 运动的地方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事情 那因为人家说起床 为老为地基打起来 那这些小朋友从小就锻炼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长期以来佩如在议会也是推动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让小朋友还有学生 他们在学校的这几个小时都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呢可以有充分的运动空间 让孩子们可以在学校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运动 然后如果运动身体好的话 不管是各项的课业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运动习惯从小培养 亲战国中小学生从幼儿园到国中生 一元白佩如以建议款协助学校进行空间改造 两间乐活教室启用 让孩子们有更多元的体育运动空间 就请惠林希致采访报道